欢迎来到月亮说,《唐朝鬼示录》可以说是近期开分最高的古装剧了,表现相当亮眼,像这种单元形式的探案又高分的剧实在是少之又少呀,很多探案剧当时开播后同样在网上大获好评。 以下是小编推荐的12部古装探案剧,本期一定要看到第十部哦,不仅仅是网友狂推的《御刺小五座》和《锦衣之下》,一部《五月传奇斗瓣》达到了8.7的高分,并有一部更是达到了9.1的超高分。 并且还有《即将开播的君子盟与大宋少年制》的第二部,一起来看看吧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一部《侠探检布制》。 近年来,提到古装探案剧,绝对不能少了这部《侠探检布制》哦。 这部剧没有知名主演,也没有花钱去营销,但靠着精彩的悬疑内容,高能的故事走向。 而且那编剧很会刻画人物和故事情节,每个人物很鲜明,并且让观众想要探知人物的背后故事。 虽然小成本,但依然能有好口碑,最后豆瓣上还开出了7.8的高分。 但小编认为这部剧的主演演技还是有待提升的。 《侠探检布制》这部剧是由于吉尾,王燕阳主演,主要讲述了失去记忆的侠探检布制。 为了查出神机古惨案真相,找出杀父仇人,踏上了寻求真相之旅。 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,结识真爱和挚友,携手解开一个个离奇案件。 《强推古装探案神剧》第二部《御刺小武作》 御刺小武作与侠探检布制,很像,都是小透明网剧,也是没有知名主演,也没有花钱去赢。 连剧中浮道化都是廉价位。 然而,一旦追起剧来却欲罢不能,靠的就是自来水剧迷的口碑推荐,从而才慢慢在网上发酵。 虽然呢这是一部小成本的制作,但剧本可完全不马活,节奏安排紧凑,而且不乏搞笑,撒糖的环节,会让人越追越上头。 这部剧被观众誉为2021年度Top级别的古装剧哦,那年宛如一匹黑马,以强势之姿杀出重围。 《遇刺小舞座》由苏晓彤、王子齐主演,主要讲述了一位舞座世家的少女楚楚,为实现梦想来长安参加舞座考试,遇到安郡王萧锦鱼,两人意外卷入朝堂斗争,并一步步揭开谜底,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的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三部,长安十二时辰。 这部长安十二时辰可不是小成本制作了哦,当时一播出就有着不少死中剧迷哦。 这部剧的剧本扎实,不拖泥带水,每个情节的逻辑都在线,演员更是个个都老戏骨,能看他们一同雕戏,实在非常过瘾。 而且,幅画场景也十分精致,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,追求细节的同时,还原了大唐盛矿的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。 但体现出的盛唐风貌这一点做的还是略欠火候,有些场景稍嫌局促,并非盛唐的格局和底色。 但总的来说,这是一部各方面都在水准以上的古装探案剧。 长安十二时辰由雷佳音,异祥千玺主演,主要讲述了被判处死刑的张晓进与静安司司成李毕联手合作,两人必须在十二时辰内阻止敌人的阴谋,解救了长安城百姓的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四部,锦衣之下。 行了,别怕马屁了。 一直很愿意跟随大人查案,可是毕竟孤男寡女只怕有损大人轻女。 难怪袁姑娘年纪轻轻,拍的一首六须好马。 大人,您真是料事如实。 大人英明。 大人,您好聪明。 这部锦衣之下的制作班底,其实也一般,但是有着人气演员任佳伦与谭松韵主演,也算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古装探案剧,很多网友因为他们俩的CP感实在爆棚,差点还误以为是一部填宠剧呢。 这部剧有着新颖有趣的人物设定,明朝题材的剧很少,专门讲锦衣卫的故事就更少了。 但这部剧的剧本非常好,故事逻辑合理,节奏紧凑刺激,还能看两人边查案边谈恋爱,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 锦衣之下,改编自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锦衣为陆毅奉命调查扬州修和款失踪案,并得到六扇门女捕快的袁金夏协助,二人结为欢喜冤家,却意外卷入重重阴谋中,最终一同揪出幕后黑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五部,大宋少年制第一部。 这部《大宋少年制》古装探案与清喜剧的结合,剧情精彩,故事有亮点,加上主演们的演技在线,人设又圈粉,整体氛围轻松搞笑,也很适合下犯罪。 看完《唐朝鬼实录》后,觉得巨荒的小伙伴们值得追这部哦,令剧迷更兴奋的是,《大宋少年制》二已经在开拍了,并由原班人马出演。 因此呢,这第一部先看起来了。 《大宋少年制》由张新成、周宇童主演,主要讲述了以北宋和夏国之间长达百年的战争为背景。 又个性格迥异的少年少女被迫组成密格,在波涛汹涌的证据下调查隐藏背后的阴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六部,《少女大人》。 为了我的家人和族人,一定要查清当年白梁猛力,毒害先帝一世的真相,全族人以幸存的人。 那想活下去,就必须彻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。 伟姓娘又来锁命。 呦,凶手。 这部《假甜宠》,真办案的古装探案剧《少女大人》,怎么说呢? 明明是甜宠剧,但探案比撒糖还多,有点小浪费了这两位高颜值的主演呀。 关于探案的剧情有逻辑,角色人设吸睛,智商在线,节奏也算流畅,没有虎头蛇尾,每个案情紧凑,但也都有关联,剧中多处埋下了悬疑点。 这部剧评价也是很不错。 《少女大人》由陈瑶、张灵鹤主演,主要讲述了苏慈的家族惨遭灭门后, 她女扮男装、隐姓埋名,和化名为裴昭的齐王相识,两人暗地走访, 调查隐藏在朝中的各种阴谋,最终不止查明真相,也收获爱情的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八部,《少主且慢行》。 18岁的时候再次相遇,小哥哥,我终于找到你了,我真的好笑,好笑,你谁啊,你从哪里包出来的? 那时候的《余书心》是什么样的呢? 这部《少主且慢行》虽然呢,像是一部沙雕的甜宠剧,故事非常搞笑和无厘头, 但是认真办案时,剧情一点也不马虎,推理逻辑在线,节奏流畅, 而撒糖时也不吝啬,一样很有CP火花,是一部能轻松追的古装探案剧。 《少主且慢行》由于书心,由于唱主演,由小说《锦心记》改编, 主要讲述了生活在南府的赵错,他性格纹固霸道,误打误撞取了女法一田三妻, 从而被卷入了阴谋中,一起展开了解开谜案的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九部,五月传奇。 五月传奇,称得上是一部国产良心大剧,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.7分, 这剧的出色之处有两点。 第一是角色生动,人物个性鲜明,尤其反派角色,各个身上有戏,演技很到位, 无论正派反派,人们身上都带着魅力,傲骨,侠气,守护,一死报知己的坚守。 第二出色之处就是剧情方面,编剧非常高能,悬疑推理部分做得十分到位, 在第六集之后,几乎每集都有爆点,真真假假与虚虚实实,五月传奇几乎人人自危, 比有难辨,全程高能,有重要线索显现,真像临门一角的时候,地反转,让人实在是欲罢不能呀。 它的剧情也是环环相扣,层层深入,且处处有伏笔,抽死包茧,而且逻辑严谨, 所有你认为的漏洞都是它的必要剧情设置,没有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细细品味哦。 最重要的是,它的剪辑手法,推陈初心,双线并进,没有多余重复的台词, 也没有一个多余无用的镜头,镜头的暗示甚至很多台词只有在后续才能恍然大悟。 五月传奇由邱慈炫,林更新主演,主要讲述了大唐真元十七年, 票国之王雍腔派遣王子舒南陀,他带领镖国乐团,离开王都碑谬城,不远千里,远赴大唐献乐的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十部,神探敌人节系列。 哥老,真乃神人也,大人,真乃神人也,天下能行此事者,为敌公义人而,良王者,大才也。 神探敌人节在豆瓣上获得了超高分达9.1分,这部剧可以说就是一部神剧, 但局限在前两部,从第三部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 从中国古装悬疑探案剧的角度来说,这部《神探敌人节》有积极的意义,是绕不开的经典。 像在第一部里共设置了三个故事单元,使团惊魂,蓝山记,滴血雄鹰。 每个案子短小惊悍又引人入胜,很快就能渲染一种诡异,神秘,扑朔迷离的氛围, 让观众直呼过瘾。可圈可点的是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,当年的刘金竟然是幽州刺史方千, 这让我们大为吃惊却似乎也在剧情的逻辑之内。 最感人的还是附折虎敬辉与狄公的知遇之情, 正是因为善于刻画情节,角色表演精湛,成就了使团惊魂一案的饱满圆润。 总的来说,剧情跌宕起伏,环环相扣,非常引人入胜,还有别具一格的反套路。 而且人设也做得到位,不管是剧情还是人设,每一部做的都丝丝入扣,合情合理,几乎一点漏洞都没有。 最重要的是,台词公敌比现在的剧都要有味道很多。 神探敌人节系列共有四部,主要讲述了唐朝五周年间大臣敌人节屡破命案的故事。 敌人节与护卫李源芳正在相间暗查明晴, 然而一件件命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其中包括了李源芳与狄如燕的爱情,敌人节与岑泰的师生之情, 以及武则天与敌人节的君臣际遇遇等情感戏码, 使得在惊险刺激的断断案件中增添了不少温情色彩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第十一部,即将开播的君子盟。 这部剧原名为张公案,已经杀青了很久,但因单改令的关系,所以迟迟未定当。 近期改名为君子盟后才排上档期,也是趁着唐朝鬼实录的热度没散去。 君子盟也是网友期待许久的古装探案剧,由宋威龙、景博然主演哦。 其实小编前几天还遇上他们俩了哦,嘿嘿,小编只能透露这部剧,快开播了哦。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贫穷科考世子张萍进京备考时,偶遇里布侍郎兰爵,个性木讷,喜欢断案的他受兰爵赏识,即相助,从穷书生一路到官拜丞相的悬疑探案故事。 强推古装探案神剧,第十二部,即将开播的大宋少年至第二部。 大宋少年至第二部等待了三年,终于由原班人马回归,同样以单元案件形式来讲故事。 目前还没有播出小编,也不好做出评价,不过张新成的演技是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 这部剧的背景是在庆历年间,主要讲述了北宋未免除战事,维护各民族间的和平与稳定。 借密格之名,培训少年暗探,经过严密的选拔和审查,选出了六位少年组成了密格第七斋。 他们彼此团结,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,为保卫和平,现身消除大宋面临的灾难。 好了小伙伴们,以上12部古装探案剧如果还看不过瘾,那么请订阅我。 小编将在下一期讲讲9部古装探案的带播新剧。 敬请期待!